這個管要來這邊幹什麼的 嚇人家 大家給各位不要怕 這是台灣人他家他 我們家他用什麼鞭子 這是一些老的鞭子 這個鞭子他叫澳洲牛鞭 英文稱為Ostrasakweep 可是當我們剛剛牛仔甩鞭的時候 我有看到前排的觀眾一直往後退 小姐你會害怕是不是 是不是不會怕 我跟你講其實您真的不用害怕 您進來買的門票裡面就含有保險 那牛仔說拿這個鞭子 英文稱為Ostrasakweep 這個鞭子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木手柄 木手柄做的比較長 其實他是方便牛仔在騎馬趕陽的時候 這樣比較不容易打到馬屁也不會打到自己 第二個 鞭身我們早期看過的鞭子 都是用動物的皮革 像袋鼠皮或牛皮來製作 那因為下雨天或天氣潮濕容易腐爛斷裂 所以在紐西蘭或澳洲這個國家 他們現在把它改良為尼龍繩來製作 第三個 牛仔手要拿這個短短的白色棉繩 我們稱他為鞭燒 利用他在空中坦打 他就會發出這個爆炸音 利用這個爆炸音 就可以來驚嚇動物驅趕動物 所以各位小朋友不用擔心 尤其剛剛有手無耳朵的小朋友 叔叔跟你保證這個東西 百分之百原裝進口 爸爸媽媽他們在台灣絕對買不到 我們看表演就好 還真的有人舉手 小姐你要打你的小孩子嗎 開玩笑的 開玩笑 可是接下來 俊偉先生 先生你可以做嗎 OK 給他鼓勵一下 我把這個姓洪偉先生 洪偉帥哥 洪偉帥哥 這個牛仔準備要甩編 甩編之前我要問一下現場觀眾 有沒有覺得他很眼熟 有沒有 這個甩的哥巴萊 甩的哥巴萊 有一部電影叫甩的哥巴萊 你們有看過嗎 有 沒有 我們洪偉牛仔在裡面有單張的演出耶 有沒有演的觀眾認得出來 他演哪個角色 沒有 山豬 那個有弟弟在哭了 弟弟他不是演山豬啦 我們洪偉牛仔他演那個角色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非常重要 他就日本人開第一槍 蹦 倒下去 三十分都不能動 而且沒有薪水 只有便當裡 最重要根本沒有拍到臉 你認得出來才有鬼 來 我們洪偉牛仔即將為大家帶來 他在工作學家之宜 自創的 華式反手拍拳 師不宜帶 打得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各位看一下 給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洪偉牛仔在甩編的時候 開始自練了 因為 本來先生把這個編制帶到我們農場 我們牛仔都自己練出來 這個沒有老師教 而且有沒有看到他甩邊非常輕巧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 哇 而且你注意看 還左右開過有沒有 換左手了 非常帥氣對不對 這個編子 其實要甩這樣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看他準備要甩 你注意看一下 我們的編子可以跳繩 哇 哈哈 沙灘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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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個學生 很緊張 因為他準備 我被罵他 來準備喔 你看喔 他準備跳繩 來 給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個學生學得很厲害 很厲害 他學了一個月 沒有一個月 他只講什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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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